好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A為正整數畫起來 而且這半程式的根都是有理根 求A怎麼算 老師想請我們一下這題什麼意思 麻煩你想辦法利用這些條件 A為正整數 而且這三次幾個根 三次有三個十根 他說這三個十根都是有理根 麻煩利用這兩個條件 去把這個翻程式給他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好怎麼算 所以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首先第一個觀念 他說這翻程式的根都是有理根 根據整係數一次因式檢驗法 也就是我們留論定老師可以知道 這個三次翻程式他的根都是有理根 可敬老師可以知道這個四值 可以分解出三個因式相稱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想辦法去湊出我們這個翻程式嘛 所以說這時候這個四值 可以分解出三個因式相稱 因為他三個根都是有理根嘛 所以說這個四值 對吧什麼叫有理根就是沒有根號的意思嘛 所以說三個根來講 都是有理根就是沒有根號 可見這個四值來講 他可以分解出這三個因式 那根據老師請問知道 因為換句話說他可以分解三個因式的時候 老師可以知道一個觀念什麼觀念 老師想請問一下 因為屏幕只有告訴我頭尾這兩個係數 所以說我利用頭尾這兩個係數 去湊湊看 把這種翻程式 可能出現形態 把它湊出來 這樣行不行怎麼湊 因為開頭的事情 5S3翻 可見這三個因素相稱的時候 前半部乘起來一定是起 5S3翻 對不對 好 那因為我們因式分解的時候 我們習慣性 5S領導係數什麼號 正號 所以說5S3翻 對吧 他一定是分解成5S 乘3X 乘3X 對不對 所以說5S3翻一定是分解成這個樣子 對吧 我們盡量維持領導係數什麼號 正號 好 尾巴四起 1 正負荷來講 由後面這一來控制 那你看一下 一樣 所以說我們根據頭和尾 所以說這個翻程式可能分解成 頭部分可能分解成5S AX AX 好 這三個尾巴地方相稱乘起來要四起 1怎麼分解 他可能分解成正1 乘正1 乘正1 乘起來有沒有1 有 那問題來了 乘起來要是1 除了是正1乘正1乘正1之外 也可能在三個乘起來1 可能乘怎麼乘 也可能是兩個負的 負1 乘負1 乘上乘正1有沒有1 有吧 所以說可能是這兩個負的搭配這個1 或者是繼續來 或者是這兩個負的搭配這個1 搭配這個1 可以 或者是 這兩個負負的搭配這個1 行不行 這樣子這些乘起來也是1 對不對 還有嗎 沒了 不能三個都負1嘛 三個負1 乘起來不會是1嘛 好 那你再觀察一下 其中這5s-1 這5a-1 這a-1 這a-1 這a加1 這a加1 所以其實這兩個事實 其實有沒有一樣 有 它乘起來會一樣 所以說這兩個事實 我只要刷一個來討論 是不是叫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時候你去湊湊看 根據這兩條件 好不好 所以這可以湊出來 你去把它乘開看看 把這5a加1 乘上a加1 乘上a加1 是不乘的好不好 你乘看 它乘起來可能是5a三番 加上11s平翻 加上7s 加1 等於0 這樣行不行 它可能是5a三番 加上11s平翻 對吧 加上7s 加1等於0 這第一種現象 行不行 好 也許是這種可能 好不好 把這些需要看一點 所以說也許是這種可能 好不好 這就是11 所以說這乘起來自己 一樣是5a三番 好不好 乘起來自己 負的 s平翻 這樣行不行 5a三番 減掉s平翻 減掉5s加1 等於1 乘起來也可能是這種狀況 或是乘起來是這種狀況 5a三番 減掉9s平翻 加上3s加1 行不行 所以說乘起來有這三種狀況 這樣行不行 但是 你去對照一下係數的地方 要滿足a為正整數對不對 而且要滿足這兩個 這叫a 這叫a加4嘛 所以說你對照一下 好不好這兩番乘是 a等於720 7加4 有沒有等於11 有 所以說這種狀況推著 a是77 7 這樣行不行 再看這邊 a是負了10 行不行 不行 因為a為什麼數 正整數 所以說這種狀況 不合 來 這種狀況 a等於3的10 但是這個3加 是應該等於7 它等於負9行不行 不行 所以說正整數也不合 所以說老師 去觀察一下 唯一 可能性的是誰 這邊 a等於7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裡答案 求a嘛 所以a就是7 7 這樣可不可以 好麻煩把這邊 大家看一下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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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